大家好 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 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微软和辉达日前承诺向人工智慧AI开发商Anthropic投资至多150亿美元 此举将这家AI开发商与其竞争对手OpenAI的两大主要支持者联系起来 知情人士透露 这笔投资将纳入Anthropic的下一轮融资 两家公司表示Anthropic还承诺从微软Azure云服务购买价值300亿美元的运算能力 这笔交易是云端运算和晶片供应商支持领先的AI开发商 而这些开发商反过来又向这些供应商购买服务的众多合作案例之一 投资者越来越担心这些所谓的循环AI交易 一些人担心这是AI泡沫的明显迹象 对于Anthropic而言 这项合作也使其与微软的关系更加紧密 微软已向OpenAI投资超过130亿美元 并在OpenAI的成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近几个月来 微软和OpenAI之间的竞争日益公开化 微软执行长萨迪亚纳德拉在谈到Anthropic时表示 微软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彼此的客户 即将使用Anthropic的模型 他们将使用微软的基础设施 微软将携手开拓市场 当然 这一切都建立在微软与OpenAI的合作关系之上 OpenAI仍然是微软的重要合作伙伴 据知情人士透露 今年早些时候 微软和Anthropic曾讨论过 将Anthropic AI实验室的模型 引入Azure的Foundry服务以部署AI模型 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据知情人士透露 Anthropic执行长Dario Amade 与纳德拉和黄仁勋密切合作 促成了这笔交易 对于辉达而言 这笔交易将其技术与另一家引领 AI融入日常生活的公司紧密联系起来 在投资者日益担忧 AI尚未产生足够的收入或利润 来支撑其在新基础设施上的巨额投入之际 辉达却加大了对晶片终端用户的投入 辉达将向Anthropic投资高达100亿美元 与此同时 Anthropic最初承诺采用高达一级瓦的运算能力 这些运算能力将基于辉达Grace Blackwell和Viran Rubin晶片 辉达工程师将与Anthropic同行合作 帮助其未来的晶片设计更好地与这家初创公司的AI软体和服务相容 Anthropic由OpenAI前员工于2021年创立 该公司将自身定位为一家可靠 注重安全且值得用户信赖的企业 虽然Anthropic的规模小于OpenAI 但其Cloud聊天机器人及其底层技术 已在金融、医疗保健等行业的企业客户 以及开发者群体中获得广泛认可 该公司最近于9月份 以1830亿美元的估值 融资130亿美元 并表示拥有30万家企业客户 与竞争对手OpenAI一样 Anthropic目前正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以支持AI的开发和更广泛的应用 Anthropic计划投资500亿美元 在美国多个地区 包括德克萨斯州和纽约州 建设用于AI工作的客制化资料中心 Anthropic还在10月宣布 与Alphabet旗下Google达成协议 将大幅提升这家初创公司的运算能力 Google将向Anthropic提供多达100万个专用AI晶片 这项交易价值数百亿美元 巴克赖银行分析师Ray Molensha写道 通过这项新的合作 微软将继续扩大AI版图 不仅拥有更多ASHAI客户 还能获得更多AI模型资源 短期来看 摆脱对OpenAI的依赖或许会带来负面影响 但从长远来看 这无疑是更明智的策略 亚马逊也是Anthropic的重要合作伙伴 亚马逊已向这家AI初创公司投资80亿美元 并为Anthropic建造了庞大的资料中心 和客制化的AWS AI晶片 亚马逊仍然是Anthropic的主要云服务提供商 并外 据CNBC报道 辉达对OpenAI的1000亿美元投资存在变数 辉达11月下旬警告称 不保证公司会与OpenAI达成最终协议 要知道 就在两个月前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詹森·胡安 与OpenAI执行长Sam Altman 在加州圣河赛并肩而立 共同宣布 双方达成历史性合作协议 双方当时宣称 随着OpenAI的AI超级运算设施陆续上限 辉达将自2026年 起分多年向OpenAI投资1000亿美元 但未披露具体建设时间表 及单个资料中心的建造成本 然而 在11月下旬的季度财报中 辉达提醒投资者 公告与合约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辉达在时 Q文件中的风险因素 部分表示 无法保证 他们会就OpenAI合作机会 或其他潜在投资 签署最终协议 也无法保证 任何投资会按照预期条款完成 辉达近期一直在进行大力投资 利用其不断扩大的现金储备 在财务上支持购买其GPU的公司 除了与OpenAI的合作安排外 辉达还强调了第三季度对英特尔投资50亿美元的承诺 以及这次与Enfropic达成的最高投资100亿美元的协议 OpenAI发言人尚未就此置评 但引述了黄仁勋在电话会议上的表述 包括他将OpenAI描述为千载难逢的公司 以及他预计此次投资将带来非凡回报 但是辉达在最新文件中表示 无法保证任何投资会按照预期条款完成 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完成 与其他投资或合作相比 辉达对OpenAI投资的关键不同之处 在于计划投资的规模 以及释放全部资金需要达到的门槛 据知情人士在协议公布时向CNBC透露 辉达很快将向OpenAI不负首批100亿美元资金 用于帮助该公司实现首个几瓦级算力设施的部署 尽管9月份宣布的投资协议存在不确定性 辉达高管仍对公司与OpenAI的合作持乐观态度 在辉达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辉达财务长Connect Kress强调了OpenAI的增长潜力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15 7 8 7 感谢观看